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丹应该说现在是绝对的女一号 汪洋也与去年获得了全国冠军 对 风头正进的两位棋手 这个比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象棋协会和银川市政府 联合举办的一个比较新颖的比赛 其实全国原来的男女对抗比赛也有 但是这么高等级的比赛可能还是头一回 也受到了很多媒体 包括很多奇迷的关注 那男女对抗的话题也由此产生了 那我们一边看对局 来一边聊聊男女下棋的问题 对 好 洪峰走的是炮二平五 唐丹 对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盘棋 是比赛的快棋 是加赛的快棋的比赛 加赛快棋 它的赛制是双方的一共下三盘棋 然后谁先得到四分 也就210 谁先得到四分就算比赛结束了 对 是的 对 然后两个人第一盘是下河了 第一盘下河了 第二盘的唐丹还取胜了 当时也觉得挺意外的 然后第三盘幸好这个 汪洋取胜 汪洋翻过来了 否则的话就比赛结束了 对 对 然后才轮到我们现在看的 这个快棋的第一盘 对 是的 我们一边摆一边聊 汪洋选择的是顺炮 炮八平五 顺炮这些年应该说 在全国大赛上出现的概率比较低 尤其是男子的高手里面 对 是 大家为什么不太要选择呢 总感觉顺炮是 你也摆炮我也摆炮 少走一步 是吧 是因为这个 他先走 我是觉得顺炮可能变化不如 其他的变化丰富 相对套路性更强 相对更简单 对 是这一次吧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对 这样对手掌握起来也简单 你想赢其嘛 自然就加大难度了 对 是吧 但是汪洋此番为什么选择呢 我想他是基于这么考虑 就是因为平时下的很少了 感觉你唐丹可能对平时老下的 你肯定准备 是吧 现在我选一路冷门的变化 希望就是考验唐丹的基本功 他是不是也怕唐丹有准备 对 他是作为汪洋的心态 不希望跟对方进行布局的较量 而希望进行中残局的较量 对 因为现在女棋手 平时都在男棋手的传帮带下 包括广东队 上海队 很多强队 都是这么 女棋手都是这么陪练出来的 对 所以他们的布局 应该说研究也很有素 那汪洋此番下这个顺炮 也是对女棋手 对唐丹的一个考验吧 是 那我记得好像他们俩在第二盘的时候 汪洋也是下的这个顺炮 对 第二盘汪洋也是下的顺炮 对 一会我们看看这实战里面 有什么区别 对 好 红方马亚进三 马亚进三 黑方马八进七 居平二 居平二 汪洋选择的是顺炮进七组的变化 进七组 黄开居 除此之外 其实居九进一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 就直居对横居 对 然后什么双横车 两头蛇 对 他可能马八进七 然后黑方居九平四 这都是正常的 我们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这里 我特别爱说一个 就是有些业余期 很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他喜欢居四进五到这里来 有点急 是吧 马三进四 这样 对 红方可以马三进四了 马三进一吃 他居四平三一吃 你马七对五 看上去黑方有胖五进四 打中斌的手段 但是红方正好马四进六 先手登居登炮 黑方必走 居三平四 这样对调 对调 你马五进三 这样的话红居还得躲 黑居还得躲 你不管躲这里还是躲这里 他平炮什么之类 这个棋主要是 红方的大紫非常灵活 对 出紫非常快 非常快 虽然黑方多足 但是右边的紫地不太好 出洞了 对 是 感觉让红方肯定便宜了 对 是 好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变化 对 是 因此我们稍微说一下 因此如果当兵三进一之后 黑方可能更常见的就是马二进三 他在兵七进一 黑方在居一进一 形成标准的两头蛇对双航车 对 标准的两头蛇对双航车 这个变化应该说实战下得非常多了 对 其实我们如果想知道变化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对 有兴趣的话回去去看看马三进四 向七进九 石榴进五 这些主流变化 对 OK 好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实战 今天旺扬还是想避开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套路 所以他又是组足七进一 你见旺扬的对决里面很快就有吗 很少很少比例我估计下到现在 反正我见过他的全国大赛的对局是见过很少的 是吧 那他此番跟这个男女对抗赛还是有点关系 对 男女对抗赛 那我问蒋大师 如果要是你来这个角色来跟女棋手这么对异的话 你会选择顺炮啊 这个呢 作为我如果是下这场男女对抗赛的话 我也是想首先要避开对方的准备 先躲开 虽然我也可以准备对方 但是呢 第一要素啊 还是希望尤其跟女棋手啊 拉长战线 较量中残局 也跟汪洋一样的心态 但我可能不会选择顺炮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了解唐丹的这个成长情况 唐丹原来刚出道的时候也全是下顺炮的 是吧 对啊 就是啊 然后你就知道 然后往家里下了相当于是吧 所以唐丹下这一期下得还挺有信心的 对 是 是 唐丹选择了马八进七 八进七跳 黑方马二进三 红方并七进一 这都是比较正常的下法 对 这部棋呢 汪洋是下的炮二进四 炮二进四 我们刚才说了 在本次比赛的第二盘慢棋的时候 唐丹之先手就跟汪洋下成同样的局面 唐丹那盘赢了 对 当时唐丹选择的是居九进一 要不让我们回顾一下 稍微再来两步 对 当时居九进一 这样呢 黑方炮二进三 压马打相 红方向七进九 飞相了 这相不能给 黑方是走居一平二 出居 红方居九平六 打了 黑方炮三平七 打兵 红方是居六进四 一抓 黑方汪洋是走得向七进九 当时唐丹是下的兵七进一 对 兵七进一 对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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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调之后 唐丹平时也有下过 平时也有下过 对 下过 居六平七 然后呢 黑方是居二进二 红方是炮八进二 炮八进二 这个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详细说了 我们就把一会儿关键的地方说一下 好嘞 对 这个时候呢 当时汪洋是十四进五 对 黑方汪洋 唐丹红方是炮五推一 这炮五推一也是正常的下法 正常下法 准备一炮五平八打鞠 准备一炮五平八打鞠 打回去 然后汪洋是炮五平六 这样他一打 唐丹一打 汪洋是向三进五 这样他一进鞠 飞向进鞠 鞠二平一 走到这样 走到这样的时候 当时唐丹是下了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 他下这个炮八平七 对对对 炮八平七 当时汪洋又做了鞠一平 我估计汪洋是心想 唐丹的风格 肯定是作为女子嘛 肯定是跟我不变作合了 这样是不变作合 低估了我们的女子 向起冠军了 所以低估了 我们唐丹还是 唐丹在这比赛 还是挺有冲击的 还是挺有想法的 不是那种 它是挺积极的 对挺积极的 是 所以呢 在黑方在鞠一平二的时候 唐丹并没有选择炮七平 而是直接炮五进一了 很积极地下法 看上去 所以我这么看 如果他要但凡知道 唐丹不会这么走 这个G1平二 G2平一来回走 是不是就不好 不好了 如果他知道唐丹会求变 会走冰五进去求变 G2就走得没意义了吗 他可以直接 对 可以直接走G9平8 这么对居 那他对调 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这样对调的话 打了 打一下 他退市 他踩回来 这样的话 鹏丰如果马三进四过的话 他可以走炮七平八之类的 退马 一会打狙 是吧 对 他要不马三进四 他有可能会 会一会肚足 是吧 对 是 这样等于是你这边 反正也占点便宜 但是我狙不动 我就在那边守着 我这边先过了 对 这样是正常的 对 实际上相当于 后来汪洋的狙在这里的话 然后他一拱 唐丹拱中兵 汪洋后来是又对狙了 对狙 但是这个时候对了之后 那不一样了 那完全不一样了 唐丹的马很快 对他不用那么勉强 对他也打他一将的 实际 杀过来杀过来 当时唐丹马三进五就跳上来 马五进七 连跳的两脚 连跳两脚 你要是直接对军内拘不出 现在是这样的 对 退回去 对吧 完全不一样 根本这马不可能从这跳出去 是 是的 所以汪洋当时的策略项 可能有问题 对 也可能我觉得男子骑手跟女子骑手 其实有点轻敌 对 轻敌 轻敌也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心里可能 那么众目睽睽之下 是 灯光晃着 媒体在那转播着 是不是有点压力 对 是 所以这盘是我们说的是快骑了 就是快骑的第一盘 是吧 汪洋肯定回去也总结了 总结了自己的哪步骑的 这个走得有毛病 对 所以在此番 这个汪洋又走炮二进四之后 唐丹也并没有走居九进一了 那是不是汪洋也想 我是不是哪摔倒的 我也再爬起来 对 再走 是 我反正也不能那么那个 就此罢休了呗 对 是 唐丹变招了 唐丹变招 走马七进六了 对 唐丹还是比较明昊 并没有走居九进一 该走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那一盘是走居九进 马七进六了 换招了 换招 这样的汪洋是炮二平七 打了 这只有打了 打了之后 唐丹是走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这个时候 黑方汪洋是走的居九进一 这里我给大家摆一路变化 首先 如果居一平二 可能居一平二的变化 有些机会会想居一平二 但这时候 炮八进四 红王可以炮八进四 炮八进四的时候 你如果再走居九进一 他这个时候 可以走马六进五 踩中兵 现在踩 他踩了 他踩了不行 踩了你 你可能炮打一将 打一将 这样吃回去了 对 你要知识吃回去 便宜了 红王便宜了 是吧 如果你此时 还有居二进三是吧 是有个居二进三 如果居二进三吃掉 居八进六吃过来 黑方马三进五的话 再踩 此时呢 红方有兵五进一的好奇 这样 你如果打了 他可以支个时过的话 退居 这个炮位不好 如果你不打呢 他就 如果你不打 你走马五进六的话 就跳上去呢 他可以打了 打了你飞掉 这样他马三进五 对 马三进五 对 这样的话 双居马 对居马炮 应该说 红的还可以 两个居 而且这居的位置都不差 是 是的 红的好一点 OK 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 红方 黑方就没有走居九平八 认为走居九平八 这时候居一平二就吃亏 对 亲逢我们蒋大师是说 这里面有个居二进三的手段 有个先去切炮的手段 是 对 那蒋大师 这里面 如果红旗不先出居 先勾 先来炮八平七勾呢 先炮八平七 可能居一平二 这样你送足 他就有桌了 是吧 你要送兵 这个旗他有居二进五 坐这里的旗 这样再踩了 他再拆炮 他将来有居二平三了 是吧 对 你踩了我甚至直接坐炮了 直接居二平三 是 对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对 居二进五的一个反桌的手段 我们初级爱好者 可能容易犯的错误 对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么想 是居爱 还是让他牵住 对 所以在这红旗 红旗选的是居九平八 对 这是正常的下法 黑方并没有选择居一平二 选择居九进一 居九一 居九进一这个时候 红旗逢通常都是走炮八平七 对 现在走炮八平七 对 这样他捉 如果捉的话 踩了 他走踩了 好 黑方再走居四进二 这样的比较常见 过一会儿准备对居 是吧 但是呢 唐丹其实 他走的也非常有挑战性 他不肯 也看上去像胳膊 我也不走 反正对自己也非常有信心 唐丹比赛之前采访的时候说 我学习的态度 你知道吗 后来我觉得那个学习的味道里面 还是有一点挑衅的味道 对 因为这个机会确实挺难得的 那实战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 我们过一会儿再看 好 我们稍后回来 好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我们接下来看继续的进程 确实 唐丹炮八平期 可能就是按棋谱走了 唐丹这步期就没有走炮八平 而是走的马六进期 马六进期 这个马六进期 确实是刘大师所说的 想学习一下 想看看黑方怎么应对 果然呢 这个汪洋也是 你并没有走炮八平期之后 汪洋正准备想求变了 结果你先变了 所以在此时 汪洋就并没有还原走居酒平市 其实走居酒平市也就还原了 走居酒平市也就会还原了 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 其他的变化 对 所以此时呢 汪洋就居一平二出来了 汪洋这么想 汪洋想 我正不知道哪变呢 你还先变了 那我就正好变呗 是啊 我估计是这么想的 是的 变了之后 那显然唐丹可能也有预料到 唐丹就走了炮八平市 让他肯定是计算之内的 唐丹走炮八平市 这时候呢 这个 接下来他也要炮八平五 打中间这样了 是的 这时候汪洋走得比较巧 走居酒平二 居酒平二 这时候红方显然不能打居 打居的话他吃掉 过一会儿你炮八平五 我正好居退过来 吃死炮 有一个捉死炮 这里面是个常见的战术手段 所以红旗 炮八平五打僵 炮八平五打僵 配方马七进五 这样把居吃了 吃居吃掉 炮五进四打掉 吃四进五 这个地方非常巧 不能踩正好居踩的 对的 吃四 吃四之后呢 唐丹是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五一个 这块都是比较正常的 这块比较正常的 估计也是在双方的 一个经过计算的 议料之内的 是 其实走到此 又体现出汪洋 可能有点侥幸心理 他可能一直 这番棋是当银棋在下 感觉这个棋 你这个马炮在我这里 好像有点危险 所以他就走得居二平四 只要骑手就有点随手了 走得有点随手 是吧 造成自己就是亏了 亏了 其实他这个时候呢 如果碰到男子骑手的话 他肯定会走居二进三了 你说他欺负女子骑手 也没有 就是有点懈怠了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 骨子里还是有一点点 对 是 骨子里有点想保持复杂变化 对 干亏是不肯认 对的 如果掌居的话呢 如果唐弹要走五退二 他可以马三进五 那要炮五退一吧 他甚至可以五退一 五退一的话 如果再对的话 他可以居二进六 居二进六打了 这样的对调也是稍微稳一些 差不多 对 所以汪洋呢 他认为 你这个反正变了 大子都集中在一起 我就不走稳的 所以他走了居二平四 这两棋走得实在是 准备是捉双了 对 我估计他就是走得太快了 他也没看到人家炮五瓶酒 这个炮五瓶酒挺正常的 我觉得就走出来 正好你把那菊卡在那了 对 然后我觉得都废了 所以这招去走得 还是有一点松 对 炮五瓶酒之后呢 他这时候还俯有炮九进三 把江的起 就是啊 然后射手前还吃兵 对 从物质力量来说 少了两个兵了 对啊 就是啊 汪洋此时呢 也无奈 向三进一 就是不能下去 让我们向下去这样 对 唐弹巨二进六 就是走得非常紧紧 这都不难了 对 巨二进六 有马踩中炮 过一会儿炮九瓶一 打鞭足的手段 还有巨二瓶七亚马 是 这个时候呢 这么多棋都在这儿容易了 是 黑方式足九进一 嗯 足九进一之后 这个起啊 唐弹应该说走得有一些缓 面对的优势局面 有一些缓 这样是吧 这样反正占优了 看他怎么扩先是吧 是 实战呢 唐弹是选择了冰九进一 从实战过程来看 走炮九推一更好 冰九进一 他就是不想让他将来打过来 不让他打 冰九进一 那我们看看 冰九进一为什么说不好呢 冰九进一之后 黑方式居四进七 这实战是吧 对 他准备打相 或者这儿落马 对 那这时候 必须要换了 必须换掉 换掉之后呢 你这个马踩着炮 你如果躲炮的话 他还有居四瓶七装马 就是这装马也挺难受 你一回他一平 然后你再一跳 他一会儿往回退 把你冰给扫了吧 对 所以实战呢 唐弹是选择姿势 炮又让他换掉了 这样都换了两个大子 这样简化了是吧 但是简化了 应该说还是好 好像还是好 但是优势有一些缩小 有点缩了是吧 你刚才如果这个地方 他要是走炮九推一的话 那他子都换不了 是吧 对 你再走这一就没那么烈 至少你炮换不了 牛下了是吧 并且我都有踩了 居二平七的七了 这个马都得回 对啊就是还有亚马 而且炮留住了 是 这样显然优势更大 对显然优势更大 这要走出来 汪洋估计心咯噔一下 对这个要走出来 唐弹估计引起机会 就非常大了 更大是吧 更大 实际上他走得冰九进一 有一些应该说不细 对在这里我们聊聊 这个男子取手跟女子取手 你觉得有什么 不太那个一样的地方 男子取手跟女子 因为男子平时的这个对抗性强 所以在稍微获得优势局面下 男子可能把握优势的能力强一点 而女子呢 可能唐弹平时对女子 稍微获得点优势 别人就已经放弃抵抗了 你的意思是唐弹在女子里面 吓成这样的那个后手 黑方早就崩溃了 对黑方早就崩溃了 就不会去赋予特别顽强的反抗 对 结果这盘棋呢 一对到汪洋 这稍微一反抗 可能后面又不知道怎么样了 对 是 反正我是觉得吧 因为后面也看那个 就是媒体来说 也有好多琴迷来问 男孩跟男棋手 跟女棋手下棋有什么区别 我是觉得女子下棋 相对可能更感性一点 我们更喜欢凭着感觉 算不清楚的 反正凭着感觉先走 但是男棋手不一样 他必须扎扎扎扎扎的计算 然后凭他的实力 然后凭他的判断 然后走出去 他很理所应当的招法 所以实力肯定是男孩 还是要高一点 但是现在因为 大家们都互相的交流 传播带男孩带女孩的 时候比较多 所以水平相对 也进步了好多 对 是的 很好我们回过 回过头来看实战 刚才唐大师走冰酒精一之后 汪洋就是走居四进七了 对 这也是汪洋比较富于 比较顽抗的 对 顽强的招法 或者是说 对 给唐大师增加难度 这样只有吃了 这时候只能吃 否则过话有打项 只能换 换掉之后 换掉之后 这个地方 他又走了四四进五 四四进五 他不肯让他躲走居四平七 对 然后又被换了一个 是吧 对 是 换了一个 这样又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 对 其实走到这个局面 当时我看的时候 我是觉得 有这么多个兵 还是又是挺大 而且还三个通路的 你知道吗 要是换过来 是我是黑的 我估计 也没信心 对 心里上 可能已经崩溃了 女子可不是就这样吗 对 对 然后 实在 对 这个时候 她是相依退三 出现变化了 相依退三 这部唐大师 也走得不错 居九平二 居九平二 准备抓死炮的 这比较大局观 比较强 还是充分体现 这个女子冠军的 实力的 对 对 汪洋走炮七平六 炮七平六 准备逐七进一了 唐大师走居二平四 再一抓 汪洋是炮六平八 炮零八 这个时候 唐大师走了 冰九进一 冰九进一 过冰了 对 汪洋走了居四退三 居四退三 其实汪洋现在 我估计这心里就是 我也没办法了 对 我孤注一掷 这边能折腾折 就折腾折 对 实在不能折腾 这棋熟的也没办法 但是总是不想输 总是要 以最好的一个对抗来 来那个给红旗增加难度 因为毕竟冰还没过去 是 此时呢 红方是走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灯炮 黑方是炮八退四 这样你觉得红方 这部分下得好吗 这个下得也是必然的 否则它逐七进一过去 你也不可能 你再飞掉它 少个像 一会儿它跟你瞎折腾折腾 这边还可能会有点齐 是吧 黑方炮八退四 炮八退四 应该说 布局到此 就是进入到 现在应该说中残局了 这半棋竞争得非常快 唐单在前面处理的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半棋下得是快起 十加五的 下得是快起十加五 对 十加五的 应该快起十加五呢 但是现在 我当时也好像看直播了 就这个棋 唐单现在时间所剩不多了 不是唐单这半棋所剩不多 每盘棋都剩得少 唐单前面的三盘棋 大概棋 我觉得好像每盘棋都有机会 但是每盘棋 都时间紧张 虽然是五十加二十 这也可能男棋手 更思维敏捷吧 对 女孩可能更慢一点 对 女孩更慢一点 对 这一个也跟平时 对抗性没这么强有关 对 所以它每盘棋措施机会 也是有原因的 你要给它充分的时间 可能也会也能抓住 是 因此在此局面下 其实最重要的点 其实马应该往这里跳去 卧槽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知道了 你要说红腿要走 居四腿衣 对 其实红应该走 居四腿衣 对 居四腿衣 就这样 这样好 这样宽了 只要你炮一动 不在这条线的话 它就可以走马四斤六了 正好它还炮八 这样打不了 对啊 而你黑炮这个炮不动的话 眼看着红方拱冰 黑方一个棋都没得动 那他要炮八瓶九 炮八瓶九 我就可以马四斤六了 算了 这边就够了 对 这边就够了 而且冰也快 不然你打了再马六斤四 又一跳江又吃冰 而且没有炮九瓶六卡了 是 也不敢 打不打 敢不敢打还很难说 是 这时候他要是走出 这步棋来 估计旺扬就是没办法了 哎呀 那有点可惜了 对对 这步棋你说 有时间的话 有时间慢慢想 唐丹应该能想得到 对 我也觉得 有时间应该能看到 对对 可能还是时间紧张造成的 是 我估计旺扬也这么想的 你时间紧 我快点走 对对 是 给你制造压力呗 是的 是这意思吧 实在呢 唐丹 基本没走出这步棋 而是走了马四进三 马四进三这步棋 其实是有点头疼 看上去这马跳得 越跳越死 越跳越离 卧槽越远 他跳不了槽 说实话 我看上去有点怪 对 实在呢 汪洋就组九进一 对兵了 这样只有拱吗 对兵 其实确实 确实如你所想的 但唐丹其实这时候 还应该走马三退一 不是必须拱的 还应该走马三退一 这样 这样他要躲炮的话 过一会儿 你就再换掉 换掉之后 他可以马一进二 至少这个点里卧槽近 那他这边没有 那不怕的 他这个不怕 你只有拒炮 我刚才不怕 太慢了 是 就是说他就想着去捣马 是这意思吗 刀马 别老想着其他的 因为实在你换掉之后 你刚才说底线 他照样还是对你有威胁 底线也有 也有点那个 对 你这个马在这里 你离卧槽太远了 总而言之 他那马四进三 跳的是有点尴尬 对 是 因此在这么对调之后 唐丹这个时候 是走了 冰九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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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也逃不了 所以只能先走步兵 看看对方怎么走 当然这个时候 汪洋抓住机会了 本身亏很多的旗 现在马上进攻了 反击 退市 突然觉得 这旗又不是输得那么铁了 对 是 进江 红方 向武推三 必须向武推三 这次也不能支持 什么他退炮打兵 对 对 退向 退向汪洋又 居九推三 先去吃了一下 居九推三 这样 对 居九推三 他又必须 居四平五 不能被吃掉了 这个时候 汪洋就是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就进攻了 他也没法防了 这旗要防 防是防不住的 对 这么多的兵 怎么防 是 逐七平一 拱过去了 我估计这么一拱兵 唐丹心的也 也戈登了 戈登 本身他是文好的旗 现在他也有些反击 对的 肯定是这样的 然后 到手的优势 就一点一点的 这么看着 要越来越少 也挺难受的 对 再加上时间 也有一些紧张 时间也给了不少压力 所以他此时 走得也比较稳 向七进五 飞向 对 飞向 这样汪洋再下七足 再下七足 这手唐丹 我刚才说了 既然求稳 马三对四了 到马 到马之后 他是首先防住 他足七进一 下兵 另外 过会儿有可能 马四进六 马六进八 当然汪洋这手 不可能给他 这样的机会了 拱九推二 拱九推二 看上这条线 你如果下兵 我就拱九平六了 对 这样反正 因为这么一交换 然后这边 显得就特别慢了 然后黑的这边 还有点骚扰 对 这个女孩下棋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吧 你稍微哪儿 有一个地方 一骚扰他一下 是 或者是一害怕 对你老瞪着他 一个地方吧 是 他就觉得有点 不太踏实 对 你让他放手 放手进攻 可能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是 所以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弊病的地方 对 是的 但是男子骑手 就不怕 他就没关系 你来攻吧 反正我这毛病 不是毛病 你怎么攻 也不是毛病 就是你们看的 还是比较清楚 这就是理性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的 对 此时呢 唐丹就害怕了 是吧 他拱九推二 唐丹就赶紧走 拱五平二了 抓炮 是希望他走炮八平九 这时候呢 唐丹走拱二推一 要走上的话 对掉马斯丹兵 还有机会引起 但是望洋 肯定不可能给他 这样的旺洋 做G九平六 对啊 这样 这个时候如果 对掉的话就合了 因为贴死足了 对 因为这个对掉 正好他吃掉 这个确实刘大师说 贴死了 这个就合了 对 所以他只能 拱二推二了 对 拱二推二保住 对 这个时候呢 黑方是泡八平九 泡八平九 这样红旗没什么动了吧 对 红旗没什么动 如果冰八进一下去呢 他可能再吃 你还得下去 他可能打 冰位也不好 对 也不好 对 过不去了 是吧 我估计 但是现在时间 肯定也特别紧 对 唐弹就是简化了 冲冰 冲冰 这样的望洋一飞 飞掉 唐弹再吃掉 望洋就居吃冰 这样吃掉呢 局势就彻底地合起了 这样就没有胜利的机会了 对 双方都没有胜利的机会 这盘棋就已合起告终了 就已合起告终 那这盘棋合了以后 这是会计的第一盘 对 然后呢 会计的第二盘呢 是 汪洋获胜 汪洋获胜了 对 应该说那盘棋 也是一个挺平稳的棋 对 对 是 那整个的这个比赛 汪洋获胜 其实是意料之中的 但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有点曲折 是吧 对 是 整体唐弹的表现也非常好 给了我们很惊艳的感觉 对 而且两位特地大师 给了我们精彩的对局 那好 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 男女对抗赛将来还会有 然后我们能看到更好的对局 好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